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 大家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 本次呢,给大家带来的使用HOTOIS公司出品的 复仇者联盟4,美国队长 在电影中,美队给人留下印象 可谓是非常的深刻,应该仅次于钢铁侠了 毕竟在剧中美队的表现真的是精彩的步行啊 当时在电影院里看到他抡起锤子的时候 心里别提多激动啊 说回玩具啊,其实早在19年4月份的时候 HOTOIS就公布了这款产品 但我们也是足足等了一年多快两年啊 才等来了这款姗姗来迟的A4版美队 那为什么说它姗姗来迟呢 是因为按照官方的发售日期 美队呢,应该是在2020年2-3季度出货的 但现在呢,都已经是2021年的第一季度了 所以这也侧面反映了HD目前的产能 是有点跟不上新品开发的节奏的 不过有意思的是早在19年下半年的时候呢 HOTOIS就曾经在迪士尼D23展会上 抢先发售过一款特别版的A4美队 不仅在配件上呢,和本品有区别 而且据说局部的细节也有所不同 但因为是会场现金的关系啊 所以货量很稀少,而且价格也很贵 囊中羞涩的我表示实在是没那个实力 把它买回来给大家做对比 所以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观众老爷多多嗨啊 OK,话不多说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HOTOIS 普通版的A4美队,它的表现到底如何吧 首先在主体方面,我们拿出A2版美队 美队3普通版,A3版胡子美队 以及十周年黑美队进行比较 编号分别是12345 你觉得哪个版本更好看 就在评论后弹幕里把对应的编号打出来吧 不难发现在战役的材质方面 五款之中A4版与A3版以及十周年版是差不多的 而细节方面呢,A4版则是和A3版最为接近的 那么是否会存在大量沿用直前零部件的情况呢 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在战役的胸部呢 这次A4版最大的亮点就是全新设计的鱼鳞甲造型 在外观上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版本 不仅很好的致敬了漫画原作形象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审美疲劳 所以这部分呢,毫无疑问是全新开模制作的 另外在涂装上呢,也有一些简单的战损作就效果来提升质感 不过对比电影截图的话 就会感觉胸口的五角星细节做的偏小了 要是能更大一点的话,那就更好了 另外呢,电影中道具服的肩甲一体性很强 而玩具上呢,则是做成了独立的结构 花圆度无疑也是打了折扣的 不过有一说一啊,这次裁剪的工艺不错 那至少呢,我手上这支没看到明显的线头 另外呢,身上战衣的局部呢,也是有旧化涂装的 那么这个对整体质感的提升啊,也是至关重要的 腹部的正面粗看之下和A300差不多 但是从侧面来看的话呢,就能发现还是有很多细节上的不同 另外,背部的造型也是,粗看之下大差不差 但仔细对比的话,其实一些细节呢,也是不一样的 当然了,背带部分呢,这次也是全新制作的 没有沿用之前任何一款的零部件啊 但是银色的背扣呢,却破天荒的用回了塑料材质 要知道之前的几款可都是实打实的合金啊 虽说金属色涂装的效果呢,足以以甲乱针 但摸上去缺少了金属的冰冷感啊,总感觉差点意思 手臂的战衣呢,对比A3版胡子美队就能发现 基本上也是新规的零件 只是在手手护甲方面呢,沿用了A3版的部件 那另外呢,造型手部分啊,则是和美队3的版本完全一样的 腰带方面呢,正面的腰带扣还有侧面的腰包 这里与美队3版本的造型非常接近 不过皮带的材质呢,二者是不一样的 而至于HD更换材质后,是否能有效的延缓皮带老化 这一点啊,只有时间才能给我们答案了 大腿部分的造型,其实很多地方也是全新制作的 细节上与之前的A3版有所不同 不过膝盖护甲方面倒是沿用了A3版的零件 而小腿部分在细节上的造型呢,也与之前不一样 是完全新规的零件 特别是鞋子这里,粗看之下好像长得一样 但A4版表面多了一些纹理 而且从鞋底来看,A4版多了一条像是带子一样的细节 所以这里呢,也是新规零件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看头雕 当初的官图其实头盔头沿用的还是之前的祖传头雕 那这也成为了很多玩家不满的地方 但实物出货后呢,我们却惊喜的发现 HT是改了头雕的 在造型上呢,没有之前的那么瘦长 会稍微圆润一点,而且对比下老头雕就不难发现 像下巴出的袋子啊,包括头顶和后脑勺的细节刻画 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的改动呢,应该是为了更还原电影 我觉得实际效果还算可以 那这样来看,A4版美队的战衣 新规程度很高 而且服装裁剪与体型的把控也都比较到位 除了局部材质的缩水之外呢 大体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所以下次如果你老婆再问你 啊你怎么又买了一个美国队长啊 这和之前那些不都长一样了 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把我的视频转给他 然后跟他说 你懂个锤子,陶哥讲了 看起来虽然差不多 但是细节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战衣的材质是和之前A3版 以及十周年版差不多的 而这种面料的拉伸性又很差 所以可动性不佳的问题 这次A4版也一并继承了过来 实际把玩一下你会发现 除了头部和腰腹部这两个地方 可动没啥阻碍之外 其余四肢部分的可动幅度 还是比较受限的 而且上半身呢还算好了 下半身大腿的前踢和侧踢幅度 简直感人 面料对可动的限制实在是太大了 不过膝盖方面倒是新加入了齿轮关节 这样可以有效的增强关节保持力 减少腿软的情况 脚掌部分呢因为是分体的结构 所以活动幅度也比较充分 但总体来说 这款A4版美队的可动性 还是比较悲催的 主要是因为腿部的活动范围 太受限制的关系 所以想摆出一些大范围的战斗pose 都有点困难 那就更别说咋地了 配件方面 内容物的附属还是比较全面的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手型造型手方面呢 包括主体的一对握拳手 一共是七个手型 有握持武器的手型 也有这种手指前方 或者是迟钝的替换手 另外呢 还有正常开掌的手型 基本上来说是够用的 但是很多手型呢 就只有一边的 如果能附属完整的一对 那就更好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指南针小配件 不仅还原了真实的开盒机构 而且打开后呢 这里面用的还是透明零件材质 而上方呢 则是卡特的黑白照片 所以别看这东西体系不大 但是做工还是蛮精致的 那之前美队三版本的替换脸机构呢 这次也有所保留 除了正常的嘴型之外 本品还给了额外的两种 呲牙咧嘴的替换脸 牙齿部分是高光的涂装 光泽度不错 通过磁吸附的方式来进行换装 还算是比较方便的 不过我觉得要是能再多给一个 带血痕的替换脸就更好了 毕竟那样的话呢 就能很好的还原出 电影结尾大战士的状态了 顺带一提 因为头盔头雕造型呢 是新规的 所以脸部替换件 是无法和之前的美国队长通用的 真人头部分有趣的是 在最初公布官图的时候 缅关头雕依然是沿用的祖传头 这就引起了玩家很大的不满 因为本身复联四周美队的发型 是有改变的 这样继续沿用实在是太偷懒了 所以之后HD也对这颗头雕造型 进行了修改 那么实际对比下就能发现 这颗新的缅关头雕 相比较于之前用了很多 带的这颗祖传头雕来说 在相争度方面 肯定是新的更好 当然这也是废话 经过这么多年的技术 更新迭代之后 HD要是做的还不如老的 那也未免太说不过去了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新版除了发型的变更之外 最明显的区别呢 就是眉头的皱纹 还有眼睛的造型 与老版本是不一样的 替换头雕的话 因为头盔头和脖子 是分体式的结构 而连接身体那一端的球关节 又远比连接头雕的那一端要紧 所以拔头雕的时候 每次还要再把脖子单独拔出来 挺麻烦的 那换上去的效果就是这样 我觉得还可以 不过如果你对比下原作形象的话 我个人认为这颗新头雕呢 还是欠缺了一点神韵的 主要是眼睛有点小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满分十分的话 这颗免关头雕 我最多只能给它打一个 7.5分的原因 但话一说回来 矮子里面拔高个 这的确是目前Hot Toys 做最好的一颗美对真人头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怎么看呢 顺带一提 本品附属的空头盔 则是完全沿用了之前 美对3的零部件 只是涂装有所变化罢了 但你要知道 这次A4版美对的头盔细节 可是有变更的 结果这个空头盔 还是沿用了之前的零件 导致细节有输入 对于HD这种 主打还原度的品牌来说 这实在是有点不够走心啊 下面我们来看看 美国队长最具标志性的武装 盾牌 这次呢是附属了两面盾牌 一面是完好的 一面是破损的 比较意外的是 我之前以为 只有碎盾是塑料的 结果没想到 这两面盾牌都是塑料的 完好的盾牌呢 其实是完全沿用了 之前十周年美对里的模具 区别只是涂装不同罢了 那虽然说盾牌表面的 金属色涂装效果还行 但真的和美对3合金盾牌 比一下的话就会发现 金属质感还是不够到位 特别是银色这里 但是塑料盾呢 也有它的好处 比如没有那么容易掉漆 而且重量变轻了 摆动作时呢 也不容易出现下垂的情况 但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希望 HT可以把完整盾牌 做成金属的 然后碎盾是塑料材质 其实这样子搞的话 我可能是会比较容易接受的吧 另外在电影结尾大战开始前 托尼把盾牌交给美对的时候 就能发现 此时盾牌上就是脏脏的 所以这次完整造型的盾牌表面 有很多泥字旧化涂装 我觉得从还原度上来说 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这个旧化涂装效果 就比较一般了 另外呢 如果你实在想要一个 没有污渍的完整造型盾牌 该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买之后 推出了这款2012版美对了 HOTORIES计划通 计划通 战损盾牌的话 其实碎掉的这两半 是可以拼上去的 当然我想应该没有人会 嫌得淡疼 拿胶水把碎的部分粘上吧 战损盾呢 在破碎的边缘处 以及在破损的截面上 也有着对应的旧化涂装 对比起完整盾牌来说 不仅盾面的涂装有所区别 而且内部的皮带 战损盾也做出了 相应的破损效果 搭载在手臂上的方式 战损盾与普通完整盾牌 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没啥好说的了 另外除了可以安装在手上之外 普通的完整盾牌 也可以通过额外的连接键 卡到背后 再现出美国队长背着盾牌的状态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锤子 这次的材质也很让我意外 没有用金属的 而是跟盾牌一样都变成塑料了 对比下金属锤就不难发现 整体效果真的是高价力派 塑料锤的涂装比较一般 很难再现出金属锤真实的金属质感 而且之前HT的雷神 其实也附属过塑料锤 但那个用塑料材质是因为内部有发光机构 可看回本次美队里的这个锤子 居然阉割掉发光机构 缩水的实在是太严重了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重奖 手上这款雷神之锤的锤柄居然是歪的 这品控也是没谁了 最后地台就是常见的六边形支架了 上面的图案 Avengers logo 是有高光效果的 地台正面 也有美国队长的名文 可惜不是金属名牌了 这东西算是系列惯例的标配 所以没啥好说的 大概就是这样吧 看到这简单做个总结吧 这款Hottoys的A4版美队 在体型和战衣裁剪方面的表现 还是很优秀的 新规的头雕虽然还原度有争议 但至少也能看出厂家的态度和诚意 可因为战衣材质的关系 可动性在HD历代美队中 基本上是垫底的存在 配件虽然不少 但塑料的盾牌和锤子 又总会让人觉得有点不够良心 总之这是一款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的产品 但考虑到这也是美队最后一套战衣了 所以喜欢这个角色的话 还是可以等现货价格比较合适的时候 买一个回来收藏的 另外相信各位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 已经过年了 在这里我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感谢各位过去一年里的陪伴与支持 新的一年里会努力做出更多好看好玩的视频 回报给各位观众老爷的 那么就是这样了 记得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